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7月19日第四卷第四章 十四节至十五节 引用经文提摩泰前书五章十七至二十二节 案例的程序 早期教会的教务被选出之后 被案例就职的仪式称为案例礼 拉丁人称之为案例或受胜职 希腊人有时称为举手 表明举手投票的选举 有时称为案首 尼西亚会议主后325年 规定总主教和同一省区的重监督 要一起案例当选者 然而若有些监督因为聚意礼仪或生病 或其他无法避免的因素不能参加 也至少要有三位参加 缺席者则以书面表示同意 虽然之后教会逐渐不遵守这法规 但在许多大会议上都重新恢复实行 所有监督都必须出席会议 除了那些有特别理由请假者 为了更深入查验被案例者的信仰和生活 居普良说 通常做法是 众监督在选举时就在场 并非在选出之后才来参加案例 因为他们在场主持选举 以避免群众生乱 他说我们必须认真遵守那出于神和使徒的传统 就是我们和几乎所有教区遵守的传统 就是同一教区的所有监督都要聚集在群众面前 参与新任监督的案例 并且监督也当公开在百姓面前被选举 为了避免在当选之后再召集案例会议 有时迟延而令人有机可乘展开活动搅局 所以在选举后 众监督再次立即聚会 合法地查验当选人 通过之后 挤案例受胜职 这是所有地区一贯的案例方式 后来渐渐发展出另一做法 即当选者到省会去接受案例理 这是由于人的野心以及原有制度的腐化 而并非根据好的理由 不久之后 罗马教区的权力逐渐作大 另一更糟的陋西占上风 及几乎全意大利各地区当选的监督 都要寻求到罗马接受案例 贵格力的书信证明这点 只有少数城市没有顺服此压力 米兰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也许只有大都市能保持案例监督的特权 因为在省区的众监督 通常聚集在都会城市案例新的总主教 当时的典礼只是按手 没有其他仪式 只是众监督 批带特别装饰 与其他长老有别 当时的长老和职士 也唯独借着按手被案例 每一监督与众长老 案例他们的长老 虽然是众长老和监督 一起案例新长老 然而因监督是主席 且是在他领导下 这案例被称为是监督的案例里 因此古时作家经常说 长老与监督唯一的差别是 长老没有案例的权别